Hi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畫面中之在筆電,有來長期關注我的老觀眾們 應該對它不陌生 它是我的內人,從大學時期陪我一路打拚4年的好夥伴 在去年我有幫它做一次大整理 更換了全新的鍵盤,升級了網卡、記憶體以及SSD 甚至連散熱膏有的衝突,讓它完全的煥然一新 也彷彿讓我重溫當初與它熱戀的感覺 雖然它的規格並不突出 處理器外雙核心的i5-4200U,拿來做個文書用途就差不多了 不過即便過了6年到今天,你要用它來做個基本娛樂 看個YouTube打打文件,它依然可以做到 功能也是頭好壯壯 當初花了18000買了它,到現在來看真的是值回票價 它可以說是把一台電腦的價值,發揮得淋淋盡致了 不過畢竟它的處理器就是雙核心 加上Windows系統不停的更新 有時候真的覺得,它那個系統的資源真的是吃相難看 Windows是這樣子,當你剛剛重灌好的時候 都非常的順返也很快 但經過一段時間的使用下 縱使你已經很嚴格的去管控你的後台 但它還是會出現變慢的情況 系統會累積越來越多的暫存 並且也會吃掉一部分的硬體資源 這樣說它本身也不算是一個輕量的系統 待機情況下,就可以吃到2-3G的記憶體 然後才打開個Chrome看YouTube 就可以輕鬆吃到3G以上 雖然我之前就有將記憶體升級到8G了 基本的還算夠用,但照這樣持續發展下去 我看遲早會連8G記憶體都不夠用 那這樣其實有點可惜 明明筆電本身的性能還是堪用 但是卻因為作業系統對支援的餘去如求 導致它漸漸無法負擔 所以我就開始想說,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硬體的利用效率更高 不要太被系統給拖累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就來嘗試幫筆電安裝無邦圖作業系統 看看說這個免費,並且更加輕量化的系統 能不能讓筆電回出一波 那就我們剛好繼續說,再來開始 那這次的企劃的思路很簡單 既然目前Windows常常都會有各種背景應用 無形鍵去吃到硬體支援 那我們不如就來嘗試說 有沒有其他的系統可以做替換 它當然可以滿足我們在Windows上 會有使用到的基本需求 並且這個系統本身更加輕量化 相較Windows來說更不是硬體支援 那後來我尋尋秘密後 決定是使用ubuntu來做安裝 那我們來聊聊ubuntu這個作業系統 它是基於Debian 以Linux為核心所翻展出來的作業系統版本 那它還是目前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Linux作業系統版本 它之所以被廣泛使用的幾個主要原因 包含像是開機速度很快 界面設計相當人性化 即便是新手,也幾乎沒什麼上手難度 在安裝上還是簡單方便 並且在ubuntu中,也有很多免費行用的軟體 再加上它是免費且開源的系統 可玩性相當高,你甚至可以拿來架設網站、伺服器等等 所以像是ubuntu相關的社群與論壇也是相當活躍 你基本都可以找到很豐富的資料來源 最近我在臉書詢問大家,你會拿ubuntu來幹嘛? 那收到回覆可以說是五花八門 有拿來做文書的、寫論文的 開minecraft伺服器、架設網站的 也有人來寫程式、看P站 做NAS伺服器、半夜促進血域循環等等 反正就是各種日常用途,或是一些比較前衛的需求都有 那接著就是直接先來安裝一波 ubuntu整個安裝流程 搭載的方法其實跟Windows一樣 都要先製作一個開機隨身碟 所以第一步驟,就會先到ubuntu的官網 下載系統的ISO檔 那ubuntu有分為三個版本 分別是桌面板、伺服器版本以及物聯網的版本 那我們今天會安裝的是桌面板 它就是有圖形化的操作介面 絕大部分的新手剛入門,也都會使用這個版本 那我們今天會用的是20.0式LTS 這個LTS的後綴代表的是Long Terms Pro的縮寫 意思是它是長期支援的版本 普通版本會在每半年推出更新 並且提供9個月的支援 而LTS版本則是每隔兩年推出新的版本 並且會提供長達5年的支援 所以通常如果你是想嘗試一些最新的功能 可以選擇頻繁更新的普通版 那如果你可能是要拿來架設伺服器 需要長時間的穩定運行 並且也需要持續的系統支援 那LTS版本會更加實用 那當你下載了無邦圖的系統檔之後 接著我用Refus這個開機碟製作工具 將無邦圖系統製作進去隨身碟裡面 這樣以來我們的開機碟製作完成了 接著就可以來灌系統 製作玩的是筆電 插上隨身碟後先進入BIOS 將我們的系統碟設計在第一開機順位 讓電腦開機之後 可以優先讀取到隨身碟裡面的系統安裝檔 接著就是一步步安裝了 過程比Windows還要簡單 那如果大家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言跟我說 之後再來做一步無邦圖的安裝教學 那在安裝的過程中 從操作的流暢度 以及反應速度來看 大家應該都能感受到 它確實是比Windows更加輕量化 那把基礎的設定都跑完之後 到這裡就大功告成了 無邦圖的介面相當簡潔 上方這邊顯示的日取時間 左側這邊是放應用程式的快捷欄位 右上方的部分則是電腦的狀態欄 你可以確認輸入法、網路連線狀態 還有螢幕亮度、音量大小以及關機等等 點擊左下方的圖示 可以瀏覽你所有的應用程式 所以整個系統介面 它的操作的邏輯非常簡單 並且相當流暢 我幾乎點任何應用 它都可以很快的開起來 那再來我們開啟它的監控系統 可以發現它的支援占用是真的低喔 待機的狀態下 CPU基本沒什麼在動 而且記憶體也才吃了1.1G 那其實我們今天安裝的Ubuntu桌面板 它因為有圖形化的操作介面 所以比起其他那些 直接使用指定操作的另外一個系統來說 其實是更加吃資源的 如果你掛的是比如像伺服器版本 或是SentOS等等 那對硬體的佔用會更低 但這樣的表現依舊是比Windows好了 尤其是背景應用 Windows老是一大堆什麼服務主機的處理程序 累積起來對老硬體來說就非常的不友善 那我們繼續探索Ubuntu 其他讓我比較驚豔的地方 是在對硬體的相容性 從剛剛關系統到現在 我都還沒有手動安裝過任何驅動 但是依照我目前這樣大致看下來 它已經很好的驅動我筆電內的硬體了 就比如無線網卡以及以太網的部分 還有筆電前方的視訊鏡頭 運作起來也完全正常 包括鍵盤出貨版等等 也都是在系統安裝的過程中 就可以順利使用了 甚至連我工作室的印表機 它都可以直接連線讀取 就在硬體這邊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跟Windows的表現差不多 都剩得很好的相容於硬體 那你聊了Ubuntu可以做甚麼用途 首先在文書方面的部分 如果你是單純留言網頁 或是打打文字的話 它都是可以輕鬆半導的 它的系統本身就有搭載Firefox的瀏覽器 如果在使用的人 應該就可以無痛上手了 那你可以透過圖形化介面 來安裝Google Chrome 這也是大部分人慣用的瀏覽器 找到登錄你的Gmail之後 所有的書籤及預設帳號 就完美的同步進去了 依照我這幾天使用下來 這裡的Google Chrome 體驗基本跟Windows一樣方便 所以在網頁瀏覽以及觀看YouTube部分 都可以滿足的需求了 那今天是文書辦公的部分 雖然說Ubuntu上面沒有微軟的Office 但是你可以透過它內建的LibreOffice 同樣可以開啟Word、PPT、Excel等等的文件來編輯 雖然在整個操作介面上 我是用不習慣啦 還是微軟的Office我用的比較順手 但至少要編輯這些文件是完全沒問題的 那我有嘗試過在Ubuntu的系統中的連接NAS 也一樣能正常的讀序資料 從NAS上下載的影片檔下來 速度也表現正常 那透過Ubuntu裡面的播放器 來播放我的10K影片也完全沒有問題 對於系統佔用也還算OK 那除了這些基本的影音文書之外 你也可以透過Ubuntu裡面的Sounderboard流線軟體 來收發Email 或是透過ReasonBox來聆聽Podcast 那其實操作到這邊 我發現Ubuntu已經足以去應付我的基本文書需求了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應該也都適用 那後來我還發現沒想到Ubuntu上面有Steam可以使用 所以代表它是有機會可以打遊戲的 那順利登錄之後 大致看了一下幾款軟體 果然像是GTA5、魔物獵人、巫師3等等的大型遊戲 基本上是沒辦法玩的 它們都是For Windows 不過像是CS以及CSGO系列 就有Linux的版本了 那比較讓我意料之外是像地平線 還有古木奇兵的暗影等等 它們竟然也是能在Linux上面運行的 所以雖然很多人都說Linux不適合來打遊戲 但是依然有部分的遊戲開發商 是願意在它上面投入資源的 那接著我們就來做個幾項測驗 剛剛我們這樣體驗下來 確實不論是開機速度 系統操作的流暢度 包括網頁開啟的速度等等 Ubuntu都有練得滿意的表現 能夠在將近7年的牢鼻殿上 還能看到這樣的流暢度 確實很令人感動 不過更讓我好奇的是 它對比Windows來說 有確實節省掉多少資源 以及它又比Windows快多少 所以接著我們就來跑個幾項對比測試 來看看兩個系統的效能表現 首先是開機部分 因為是使用SSD做安裝 所以兩者的開機速度都相當快 不過讓我比較意外的是 Windows經濟花都不到10秒就開機完成了 比Ubuntu快了兩倍喔 不過這裡我是有將Windows重關過才測試的 再來重關前的速度 會比這次測試還要再慢一些 然後再來是支援佔用的部分 剛好向大家展示過 Ubuntu在待機狀態下 CPU基本能維持很低的佔用率 並且記憶體也只是1G出頭而已 那這樣的表現比Windows要理想 Windows在待機狀態下,就得佔用超過2G的記憶體 那接著是YouTube的影音部分 Windows來觀看硬半拼片的時候 CPU佔用在20%,記憶體則是3.4G 而Ubuntu的部分 CPU同樣在20%上下 不過記憶體佔用還不到2G 比Windows少了整整的1.5G喔 那這樣我們進行多開網頁的測試 這裡連續開啟10個YouTube網頁 在開啟的過程中 CPU滿載的運作時間差不多 那記憶體佔用一樣是Ubuntu比較低 從以上幾項對比測試來看 Ubuntu對比乾淨的Windows在CPU運作上 都能發揮同等性能 不過記憶體的佔用會明顯少一些 不過這裡並不是說Ubuntu它的效能有多厲害 可以讓硬體發揮超長的性能 單純就只是它本身的系統佔用比較低 所以才能留給硬體更多的資源去發揮 而在老電腦上面,這些些微微的差距 對於那些配備比較落後的 可能就足以影響到效能表現以及使用體驗了 那後來我還想測試CSGO 但是我發現它雖然能夠宰下來 但失誤沒辦法在我的筆電上跑 不確定是Ubuntu的問題 還是硬體規格真的比較老舊了 所以就沒辦法做對比 那來做個簡單總結 其實像Linus以及今天使用的Ubuntu 我從之前就一直想嘗試了 畢竟有非常多人在推薦 並且它也有很好的生態 那之前使用下來 它確實是讓我感到驚豔 原本我預想說可能換一個操作系統 在使用上會需要一段時間的適應期 畢竟我之前在用蘋果OS的時候 就會花了好段時間才適應 不過這個使用Ubuntu 其實過程中很快就適應了 因為它的操作介面很直覺 並且在一些使用的邏輯上 其實也跟Windows相似 這樣說它的硬體相用性很好 並且也穩定 所以整體帶給我很不錯的體驗 不過當然它還是有不方便的地方 像是它的中文輸入法就做的不是很好 選擇的邏輯不精確 還是Windows要更加好用 然後因為Ubuntu畢竟是Ninx核心 所以跟Windows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架構 用途自然就不一樣 假如你是想玩三連大作 或是像我自己要剪片的 還是使用Windows會比較適合 這就是需求取向的不同 那整體來說 如果大家手邊有沒在用的老電腦 想要讓它重現升機 或是你想玩看DNA的系統 那我幫陀文推薦大家可以嘗試玩看看 除了大家腦上手之外 重點是還是免費的 真的是很佛心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有甚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我們下次見 掰掰